看得的天洗天一轮卖了三次楼 获获都清 今期是最终一次 第四话 如果以数字去统计 前三轮再加招标货 卖了大概700家 总套已经的金額大概是72亿 车价最便宜17000多 最贵可以到4万多 都是很大的幅度差别 看回第一期 906伙减回到700伙 剩下大概206伙的单位 还未卖 即是第一期差不多卖完 卖完第一期会不会低第二期呢 我觉得可能性会偏低 如果我们看回它的价钱 它由第一期第一张价单 $1700015的尺价 到$24284的尺价 均价大概$19000多 卖到现时加推的第四号价单 平均尺价接近$23000 即是由$19000加到$24000 加幅有一成 当然你可以说 第一批的单位通常都是$2 又是看回马路 景观没那么好 又有少要噪音 所以价钱也有点好 如果你是向南的单位 土片都过了$20000 如果均价 高中低计 一定是$20000 甚至是以上 如果你是发展商 如果你想推第二期 你又会怎样定价 这个都很考验发展商的市场 还有最主要就是 整个项目是接近一个现楼的状态 它不准急 尤其是买得这么火候 如果我们看回天晒天的福地 是港府官地历史上 总价最贵的一块土地 新土地在2018年 用$251亿元 投得这块土地 价格高达$17,776 如果我们计算它的投资和建筑成本 每尺的建筑成本 应该是来接近$27,000-$28,000的水平 如果它真的继续卖$24,000 如果不计算发展免职 它是会虧少少的 如果我们计算发展免职 应该会打和或者赚少少离场 作为一个发展商 拿着一个这么漂亮的地 一个地黄的项目 会不会自己愿意接受这个市场 虧钱走 未必会愿意 所以我相信它加多第二期的机会 其实是相对低的 在第一期买得这么好的情况下 它应该有充足的资本 去还了它的融资成本 剩下的那些都是手头上的货 它相对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操作 除非它真的很想做到破融 不准继续买 又是另一个故事 如果我们看回它整个 市场的操作 当然是两类 一类就是价单 价单就普遍以市管价去买 招标因为景观比较漂亮 屋形比较大 所以它买的价格比较贵 最后一批就是招标房 它会保持着招标的 因为买一间赚一间 纯粹向林都2100尺价 向林高层那些 卖到30000尺价 这批货一定是为了赚钱的 新地的第四张价单 它又加推了98价 摄实的平均尺价是$23960 这口价有些人会觉得 跌了一点 有些人会继续为了这个项目 就继续抽下去 每个人都有心头好 有些人会愿意给多一点买 而新地卖楼的形式 我们很容易看到 它是每买一批 它是加了一点 加了一点 一些10级元素地加上去 我相信发展商一定可以做到市场赚美 它都在试市场的底线 还有买家的可接受性 新地任何一个盘 不论是好的市道或者坏市道 它卖楼的成绩都很理想 当然品牌是有一个后应 至于它可以赚到多深 就看看市场 会不会再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 去利好整个香港的楼市 电视看整个二手市场是相当平稳 我觉得就已经接近谷底了 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 你可以赞同或者不赞同 可以留下你的看法 不论是户型车界 整个楼盘的规模 地段 或者卖楼的总额来说 都在香港来说 是很少有的 我觉得天晒天 应该是2024年香港的楼王 它卖完第一期之后 第二期会什么时候推 未知 我估计发展商应该 很大可能会现楼前退 现楼当时再加多一次价 而且加价幅度 我估计应该比现在还要多 当然有机会 第一批向北的单位 又便宜点买 都没办法 但是 我相信 买到现时第一弯 第二弯 第三弯的人 赚钱的可能性 都比较便宜 你觉得如何 欢迎留言投资 我是努力小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